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大家好我是周八片 假如你被生活毒打后 刚好有个机会让你开挂反虐对手 该如何选择 建议务必放弃这个挂 因为每次开挂都会让你退化一截 作为公司的人事主管 小黑赫米斯要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 公司要发展 狼性少不了 评分最低的员工请自觉走人 我不是针对谁 龙虾哥你要多注意 赫米斯先查送快递的 胡莱和班德尔都有事可做 莉拉你有什么用吗 她俩就不能学开飞船吗 面对赫米斯的灵魂拷问 莉拉说麻烦让一让 你踩到氧气管了 赫米斯在问艾米平时忙什么 艾米说就是随时协助白教授的科研项目 好的我测试一下灯泡能不能用焊发电 至于清洁工大叔 他直言若吵了我算你有种 赶直面厕所里要饶的奥里给 一番严谨的考核过后 赫米斯终于要宣布最废员工 大家万众一心认穿了龙虾哥 但结果出人意料 竟然是赫米斯自己 他把大量时间浪费在考核上 直接拉低了公司微博的利润 他已经通知中央机构炒掉自己 并派来他的接班人 一个智能机器人 赫米斯准备好离职报告 黯然离开了星际快递公司 前脚刚走 班德就和新机器人勾搭上 龙虾哥兴盛不满 你这是对朋友的背叛 大家无法理解 赫米斯平时可骂你骂的最凶啊 龙虾哥表示 你们不懂爱 那是朋友间的大情骂俏 他是唯一在乎到骂我的人 并且直指一痕 像极了女神回头骂甜狗的模样 赫米斯的老婆做了他最爱的 超辣咖喱羊肉 特殊的容器才能承载这份辣度 意外漏掉的辣酱 贯穿触及的一切障碍 在前浪的地板打个洞 去后浪的肚皮开个孔 再直奔地狱而去 最终落在了吃火吞尖的 机器人恶魔头上 闲下来的赫米斯终于有空陪老婆散步 夜黑风高 小径又生 宜劫略 前方突然蹦出个打劫机器人 也不知道他今天吃错什么药 专门打劫皮肤 嗯 八成是游戏大多了 想皮肤想疯了 赫米斯选择躲在了老婆后面 机器人刚抢了他的饭碗 转眼又要夺走他的尊眼 好在警察及时现身拦下劫匪 可警察也是一个机器人 考虑到打劫机器人屡叫不敢 警察直接宣判了死刑 建议报废 他在电池台上被瞬间拆解掉 犯人得到了惩治 但却散不掉受害人的心理阴影 赫米斯从未如此渴望变强 在他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机械化改造 于是喊上班德带他去了黑市 再次回来的赫米斯胸口暗藏玄机 随时可以来一发致命的拥抱 他又信心十足地回到公司 轻松拿到高处的文件盒 机器人在他面前优越感进食 凭实力丢掉的饭碗 赫米斯又靠实力抢了回来 可改装是条不归路 因为欲望的深沟不见底 白教授的假牙掉进下水道 班德表示有个伸缩手就可以轻松拿出 赫米斯心动了 于是又换个机械手 美国技术中国照 中美合作七十二变 龙虾哥却闷闷不乐 问换下来的胳膊在哪 他想收藏留念 夜幕降临 龙虾哥用赫米斯的胳膊配着人偶 找回了熟悉的感觉 而赫米斯在跟媳妇炫耀机械手的扎辫子能力 正得意见机械手夹断了眼镜 这落后的近视肉眼也该调校一下了 小赫回头就换了个激光镭射眼 关上灯才发现 改良的可不止这一点 真相定律驱使着小赫大改装 除了那个不太正常的脑子被保留下来 其他部分通通换掉 可谓去其精华去其糟粕 随着机械的成分增多 小赫也逐渐变了 他不再喜欢臭骂龙虾哥 这让斗妹体质的龙虾哥很失望 默默问赫米斯拿走了被换下的身体 拼拼臭臭 试着找回那个熟悉的小赫 虽然这只是莫德感情的躯壳 但配上龙虾哥高超的口技 也算是枯木焚春 逗得众人哈哈笑 看了整场表演的赫米斯表示 我误了 肉体让我感到恶心 是时候进行最后的升级 换脑 黑色的技术朋克都震惊了 他绝不会帮人换脑的 这是技术的禁忌 科学的伦理 可这世上总有突破伦理的科学家 白教授对此感到十分兴奋 带着两机器人前往墓地 他们要掘一个新鲜的机器坟墓 找到其中的脑部芯片 可他们全然不知的是 这个机器人就是刚被处使的打劫机器人 竞技的手术即将开始 换上这个芯片 赫米斯就能完整了 关键时刻 小赫的老婆带着孩子冲进来 说你要是连脑子都换了 我们拒绝承认你的家庭地位 赫米斯心软了 有点难以抉择 这大概就是人类的弱点 可换个机器脑就知道如何选择了 赫米斯更想做手术了 但白教授有点顾虑 没想到还有家属闹事 这年头一闹可不好处理 赫米斯先看升级不成有点急 直接锁死了外出的大门 这次他可是真铁了心 龙虾哥大喊放开那个白教授 让我来做手术 并且他要操纵小赫人偶来进行 只消一首歌的时间 龙虾哥就完成了最终的手术 赫米斯的老婆哭哭啼啼 我终于失去了你 龙虾哥说没那么简单 他把取下的大脑 装回赫米斯的躯壳 小赫同志临存整取 兜兜转转一大圈 竟然又回到了起点 除了身上的缝线并无变化 身后的机器人有点着急 自己给自己装上了脑部芯片 再来个完美的韩式整形 马上恢复了打劫机器人的代逼风采 门一锁死逃生无望 打劫机器人不忘初心 拿出削皮器 继续圆他上辈子打劫皮肤的梦想 可他似乎挑错了猎物 大口吞下赫米斯的一片生皮 这小羊排的香味 夹着咖喱浓郁的辣味 小节节面露黄光 像散发着蒸汽的朋克 咖喱的辣味已经监透了赫米斯的肌肤 阳间或是地狱 都没有谁能承受这极致的口感 只能带着所有不甘 化作一滩废水 此时我忍不住想问在座的各位 敢不敢填一下湖南江西 云贵川同学的胳膊 然后在弹幕里告诉我啥滋味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变态 这是研究科学的必要牺牲 小赫的老婆问他 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龙虾哥 赫米斯支支吾吾 说虽然我们不是朋友 但我还是要谢谢龙 一个优秀的舔狗阅读理解不能太好 你骂他都被当成爱的嬉戏 还有什么能浇灭舔的决心呢 看到龙虾哥 我满然意识到舔狗的幸福指数很高 他们并不需要什么结果 舔的过程就是最好的奖励 只要他们愿意就永远不会心碎 我们又有什么立场去鄙视呢 他虽然爱得卑微 但从不动摇 用信念贯彻了那句霸气的宣言 我爱你与你无关 再回头看看赫米斯 威奈斯克把媳妇推到前面 尊言被无情地践踏之后 下定决心要变强 结果选择了机械改造 因为让肉体变强 漫长而痛苦 但改装却很容易 比起变强本身 大家更喜欢的是千而易举的变强 俗称开挂 可开挂的问题是 无论你变得多强 那都不是自己 耍完之后 发现本人还是那个菜鸡 不进则退 因为那些勤勤恳恳的玩家 日进一寸 但也始终是在向前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